笑容对外貌的影响有多大 有些人研制已是巅峰 没想到笑起来更是一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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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拿错了男一号的剧本 什么意思 因为男主角总是在女主角 最需要她的时候出现 给她勇气和力量 大男子主义 谁说只有男人 才可以给女人勇气和力量 而且坚强的女人 是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 你为什么要跳河 跳河 你也太小看我了 你知道今天天有多热吗 我就是下去凉快凉快 不过 水下的感觉真好 自由自在的 刚才还在想 要不就喝两口河水 盆底算了 可我突然间想到了你 想到了我妈 想到了小布丁 那个时候我知道 你还在想到小布丁 我还在想到小布丁 我现在想到小布丁 还是跟你的 然后又是一个人 我本来说我的事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 我现在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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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态度的事 我应该去承受 和承担这份压力 可是老天是公平的 在我失去一切的时候 才把你送给了我 其实有缺憾的人生 才是完整的 只有尝到了悲 才能感受到喜 从今天开始 我要重新活一回 只要你们还在我身边 我就会坚持下去 做一个让你们值得 骄傲的活动 不对 我突然想到了 你刚刚说你也喜欢我 什么叫你也喜欢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你了 要不要把刚才你以为我跳河 就拼命找我的样子 再重新演一遍 苏星 苏星 你去哪里了 苏星 你所有的表达 都证明了四个字 我喜欢你 你这人怎么 怎么回来 你这么讨厌呀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员又打了 小艾 昨天您打电话手机关机了 您还好吧 我都好 昨晚手机没电了 今天早上更出号 我就是有点担心你 随便问候你一下 叶朗 等我回去 我想跟你谈一谈 好 你说什么 你执意要手术 你说肖战的笑容 可以融化世上的一切 他太棒了 他不仅笑容 他的各种表情都可以 之前 没出症状的时候 我还能骗骗自己不是个非人 现在症状越来越明显 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我宁愿死在手术台上 都不想失去生活治理 雨萱 你可能现在不知道 你的症状有多复杂 治疗手段交给我的医生 我相信他的专业 雨萱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很害怕 也很迷茫 但你真的不能钻牛角角 我觉得你首先要跟家人坦白 他们的支持 没准给你起到很大的正向作用 其次就是告诉一航 虽然你们现在没确定关系 但我相信他的陪伴 能让你变得更勇敢